大陆微博传出台湾知名艺人伊能静将捐款1万元给一位73岁高龄的陕西访民 根据了解老人因为上访被当局迫害 不得已通过网民救助人士上网求救 被伊能静看到决定伸出援手 老人得知后泪流满面 维权人士表示希望更多有影响力的娱乐圈名人 能够像伊能静一样走出来关注民生 2013年4月16号一直帮助访民渊民等弱势群体的大陆诗人王藏 网上发布了两条微博称陕西73岁老人王英强 因儿子被同事恶意放狗咬伤致风 多年没有得到解决 王英强老伴被弃病死 老人上访又被打残走投无路 只好往上求助呼吁各界关注 王英强老人现在还在北京走投无路了 他从老家来找到我 我也能力有限 然后呢就在网上发了这个微博 就是呼吁大家关注他的事情 被王藏意外的是 他的求助呼吁得到了台湾知名歌星 演员伊能静的回应 表示可以私下捐助老人路费一万元 并尽兴祝福鼓励 生命永远考验强者 伊能静给我来私信 他表示非常同情的老人 愿意支持他的这个路费 对于伊能静的热心捐助 王英强老人得知后感动得泪流满面 王藏表示 随着近年来访民的大量增加 找到他寻求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王藏也表示 只凭他个人力量还是无法帮助数量如此众多的访民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艺人 不要再冷漠下去 走出狭隘的娱乐圈 像伊能静女士一般多关注大陆民生 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大陆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新唐人记者陈汉刘慧采访报道